其实小米把这个系列的看点都放在了拍照上 这也是时隔半年小米寄出美图的原因了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拿到的版本代号为小王子的小米CC9 这玩意手机并没有采用大量美图手机算法 但却拨具许多趣味玩法 其中一项就是小米宣传已久的魔法换天 这是一项隐藏在照片编辑当中的功能 说白了就是把天空给你劈一下融入了AI元素 先会识别照片当中有没有天空 如果有天空再把天空给你换掉 魔法换天的原理其实跟人像模式的背景形化差不多 只不过是一个抠人一个是抠天 所以对于一些复杂情况 比如说天空和树叶交错 算法还是会像人像模式那样进行处理 把毛边进行剪裁涂抹虚化 整体来说效果是可以的 毕竟没有人会把照片给放大 看一看是不是批过的 而且这个功能还可以选择场景 给照片加滤镜让它看上去更像真实 比如我上面的样张 我选择的是夕阳 这就会使画面的色调变得暖一些 更加接近西洋的场景 480万像素直触和普通模式样张放大对比来看 小米把3200万像素的镜头和4000万万镜头 分别放在了小米CC9前置和后置上 先不说拍出来的好不好 至少把底子给打牢了 从样张来看 小米CC9在样张 小米CC9在色彩 曝光白平衡等着不错的表现 毕竟硬件到位后 小米手机的优化算法 但超广角镜头只有8万像素 画面细节弱一些 放大后涂抹多一些 夜间光线较弱的情况下 夜景模式能够有效的提升画面亮度 第三个二万像素镜头 主要负责景深信息 无论是后视还是前置 它们的人像模式都能够支持 先拍照后调光圈的功能 大光圈会让背景虚化更好 除此之外还能够通过编辑功能 给照片加上动态光斑和永恒光效 其他方面包括屏幕指纹 48003摄 4030mAh电池容量 以及18W快充 可以说小米CC9在硬件上有了一个比键的对手 甚至超过对手的基础 即便是那颗不知道被用了多少代的 骁龙骁凌处理器 在各个品牌同级别产品当中 也是不落下风的 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也更好一些 总结 说回小米CC这个系列 它不仅在外观包装上没有走美图的路子 在配置和价格上同样没有 小米的想法是在保证一定性能的基础上 给你一个美图手机的拍照体验 当然价格也不会太贵 这道理论对市场上的竞品分析 造就了如今的小米CC9系列 它的出现对友商来说还是扩具压力的 对于年轻用户来说是多了一种选择 而对小米自己则是担起了年轻的重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